其實我和歷史建築物都幾有緣分 我長大的家都是一個1930年代的歷史建築物 然後我讀書的時候 我家學校都是一個法定古蹟 當時馬會決定做大館這個項目 作為回歸十周年送給香港人的一個禮物 我覺得是非常有意義的 大館也是屬於香港 超過一百年的歷史 其實有很多香港人 有很多代在大館都有他們的回憶 我第一次來到大館的時候 其實我看到有十幾個建築物 都是很舊的建築 而且大館自從2000年初的時候 已經沒有使用 所以大部分的建築物都可以這麼說 放下在這裡曬太陽曬了十幾年 我們要深入探索 因為這是第一次香港有這麼大型的保育和活化項目 所以對馬會來說也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每間歷史建築物當你做保育和活化的時候 其實你都要找自己的路 令到這個保育可持續性地發展 但我也很慶幸 接下來的十幾年 馬會基本上就是在很多社會上不同的人士幫忙之下 政府有很大力的支持 再加上董事局對於整個project都是很關心 馬會對於大館是全程很支持 無論在財政上或者在做保育的工作上 其實都是一絲不苟 我覺得對大館這十幾年 馬會的貢獻實在功不禍 馬會成立到現在這百多年來講 無論我們說的是文化藝術、保育 甚至是醫療、教育、社會福利等等 對香港的貢獻都是相當的重要 馬會牽頭做了這方面的工作 有成果之後 去到很多的保育項目裡面 或者是參加藝術文化的活動 我想周圍我們都會看到馬會的貢獻 還有很多重要的地標 都會看到有馬會捐助重要的建築物 或者是硬件 例如故宮 香港慶祝25週年回歸 將故宮落成 亦都成為了香港另外一個文化地標 我覺得馬會實在功不禍 香港將來的發展 有很多創新的項目 都要得到馬會繼續的支持 或者有一些需要 走得比較前一點 去做一些實驗性的計劃 令到我們能夠更上一層樓 我相信政府看到這些成果之後 也很樂意繼續支持 我相信政府和馬會 在這方面其實有很多方面 有一些是很豐盛的合作